快要过年了 国内外至少有16部电影 准备要抢攻贺岁抢党 那么国评代表 诸葛亮的《大喜临门》 还有彭佳佳 铁丝《玉玲龙2》 立抗贺岁天王成龙 还有马修沃恩所指导的金牌特务 不过其实贺岁党 仍然是台湾电影的天下 因为过年嘛 大家都希望不要太花脑筋的 看看欢乐搞笑的电影 您刚教我女孩对不对 国变贺岁进入宣传奇 今年诸葛亮的《大喜临门》 和捧恰恰的《铁丝玉玲2》 除了要打对台之外 还要立抗外国骗入侵 二月在好莱坞电影来讲 它不是一个大档期 好莱坞电影大档期 就是暑假档 然后就是Christmas当 到了新年这个时候 他们新年过了以后 其实就是一个 比较稍微淡的档期 贺岁党 我们台湾的农历年的贺岁党 这几年看得出来 都是台湾片的天下 观世春节档期 就有16部电影上映 老白贺岁天王成龙 再推天翔雄狮 看在影评人眼里 预估贺岁党 有可能是台湾电影的天下 因为过年大家都喜欢 叫欢乐搞笑的电影 卢曼 他的鸡排英雄 大伟卢曼都是贺岁党的电影 而且都是票房破译 在这个情况之下 诸葛亮的这个大喜灵魂 是一定被看好的一个 贺岁党最强的一部电影 叫给我们 我不想让你嫁了 诸葛亮从2013年的大伟卢曼 到2014年的大道成 屡屡创家机 国片连续几年 都是春节票房的冠军 诸葛亮绷恰恰两人 此次面临强骗压境 是否还能稳住 本土贺岁片的票房 就看观众怎么买单 这位王成文 王牧林台北参观报道